回归到今天的主题 敲买单股价涨 这其实很正常 但是其实融资在增加 有人买股价却不涨 这就有鬼龙 而且在今天这样一跌下来 很多专家都会听到 融资多杀多的压力锅即将引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看到了什么是融资呢 就是代表着手上钱没有这么多 就去跟欠商来借钱来投资 就是融资 什么是融资 其实看到我们想要买股票 而且我们看好台股的后市 能够呈现上涨的格局的话 那我们手上的钱又不会这么多 又想买股票就可以向券商来借钱 而依照现在的法规来看的话 我们向券商借钱呢 券商最多会提供你60%的资金 剩下的40%就要由你自己来出了 所以看到了券商投资的比例 会提供你六成的资金来进行投资 这就是融资 那另外可以观察到 什么是融资多杀多呢 你今天可以看到 专家就有提点到 融资多杀多的个股是高危险的租区 必须务必小心的避开 为什么呢 大家就会想知道 什么是融资多杀多 其中就是看到了 其实融资呢 来买股票 就是看好它未来能够上涨 但是股价却一直没有拉上来 所以导致于大家争相的卖股票 所以融资就会有流血的杀出的压力了 这就是融资多杀多的意思 而现在可以观察到融资多杀多 大家都想要争相恐后的卖出 导致股价破底 导致融资维持率回到130%的紧接线 券商就会赶紧出来警告 叫你要赶快补钱 不然如果股价再跌的话 融资维持率掉到120%的时候 抱歉就断头 股票就是得要卖掉 你连本金可能都不够赔 我们就带大家来试算一下 什么是融资追缴呢 就要看到你用融资买股票的话 就要非常注重这个专有名词 融资维持率 就是看到这个股票限值 来处理融资的金额 那就出来算出来的数值呢 就会是融资维持率 如果是低于130%的时候 你就会马上收到券商 来提醒你说 有风险预警了 就表示说 叫你要赶快补钱了 如果低于120%的紧接线之后 你就会遭到了强制处分 因为再赔下去 就是券商得要赔钱了 所以他就会强制 把你的股票卖出 就是叫断头 而如果你要补交金额的话 就是融资的金额减少 追缴日的收盘价 再乘以股数 再乘以60%左右 就是这样的算法 那举一来说明的话 如果某一档个股呢 今天是100块钱 你想要买进它 但是你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券商就会提供你 60块钱的资金 那你只要出40块 来买进这档个股 那融资维持率呢 就是以100块钱 来除以60块 再乘以百分比 所以一般你买进的时候 融资维持率是高达167% 但是当这个股票 要从100块钱跌到72块钱的时候 看到它的融资维持率 就只剩下120% 就会遭到追缴 如果你没有再补金额进去的话 就会遭到强制处分 这也就是断头的意思了 自治愧 为什么 其实 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